韓國瑜以及部分局術首長 全戴上口罩 一行人來到佛光山參拜 韓國瑜前程向佛祖許願 不外乎是希望武漢肺炎疫情 能夠抑制下來 包括就是肺炎 每個人心度上都壓力 一步不行的壓力 我們希望來到佛祖的聖殿 希望佛祖能夠保佑 韓國瑜也寫了請願卡 雖然只有簡單的平安健康四個字 但現在敏感時間點 卻是極為重要的願望 接下來市長也和大師們 一起叩中祈福 祝福新的一年 諸事吉祥 韓國瑜前一天也曾透露 已經和抗薩英雄葉金川通上電話 有機會的話能夠請他來高雄幫忙 他特別幫忙 他非常熱情 那有學弟時間沒有 沒有沒有 目前沒有 他非常樂意來協助我們 葉金川是哈佛大學的流行病學碩士 也是前衛生署署長 2003年爆發SARS的時候 他甚至深入和平醫院計時 被封為是抗薩英雄 韓國瑜表示已經致電向葉金川請益 希望能有效幫助高雄 讓疫情不再擴大 原本他安排過年期間要發紅包 因為怕群聚感染 也全數取消 改為參香祈福 韓國瑜接下來的半年行程 29號會在新莊天后宮 以及副頂金保安宮 31號則是來到了陸竹天后宮 和小港的鳳林宮 2月1號則是會到鳳山的北極殿 來走春祈福 面對初五將啟動的霸函連署 韓國瑜不願多談 畢竟現在防疫才是最至關緊要 記者宋佩成 潘穎文 高雄報導